基督受苦而死 第四十二日 我要解除执政子和掌权子的事例 父神涂抹了在律律上所写 供居我们 有阿姨我们的字句 把它吃去 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 在圣经里 执政的和掌权的 指的是人的政权 但是当我们读到 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基督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和把它们成为明显给众人看 和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时 我们必须看成是 魔鬼破坏世界的事例 关于魔鬼势力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表达 是在一副所书第六章第十二节 这段经节说 基督基督徒的奋斗 不是以俗学器的征战 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至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去的恶魔征战 基督基督徒的死 是治世界掌权子 就是魔鬼被击败的关键 当魔鬼被击败时 与他一起堕落的众天使 也是这样 当基督死的时候 他们就彻底的被击败了 他们还没有被毁灭 直到如今 我们还是与他们搏斗 但是 他们是已经失败的仇敌 我们知道 生力是属于我们的 自如一条龙的头 已经被砍下来 而任凭他流血 低之死 这场战争已经胜利了 但是我们 对他们所能做的破坏 还是要小心 在耶稣的死里 神涂抹了 在历历上所写 攻击我们 有安于我们的字句 把他吃去 钉在十字架上 哥罗西书 第二章 第十四节 可以看第七日 这就是神将一切 指正的掌权的 如来 明显给众人看的方法 换句话说 如果上帝的律法 不再惩罚我们 因为基督 基督已经父亲了 所以魔鬼 不能再空告我们 魔鬼本身的一事是 仇敌或空告之 请注意 当主耶稣死时 所发生的事 这是使徒约翰自己说的 我听见 在天上 有大声音说 我神的救恩 能力 活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因为 那在我们神面前 周夜空告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启示录 第十二章 第十节 这就是一切 执政子和掌权子 被击败和被解除 势力的时候 哦 我们在这世界上 必须成为何等 勇敢和自由的人 努力侍奉基督 并且爱我们的灵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